印度尼西亚警方透露 他们逮捕了至少15名 涉及制造和分销假疫苗的嫌犯 一些私人诊所和小型药房 也已经被零关闭 印尼警方自这个月中 在首都雅加达附近的万丹省 以及西爪哇省展开系列突击行动 逮捕了这些不法分子 所查获的假疫苗种类 包括小儿麻痹、麻疹、B型肝炎疫苗等 警方表示被捕的15名嫌犯当中 5人涉及制作疫苗 有些从三家医院收集疫苗空瓶 有些负责盐贴标签 有些则负责分销 将假疫苗销售到药房和商店 据报道 假疫苗在市场销售的不法行为 已经持续了13年 目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孩童 接种了假疫苗 而假疫苗是否对他们的身体造成影响